四輛直石直升機在高空表演空中開花 另一頭兩架直石酒在跳高難度的空中芭蕾 一連串大陸自行研發的新款直升機 接力表演花式特技 航空借二菱家族最新成員直二菱更破天荒 近距離與民眾見面 讓天津直播會格外引發關注 直二菱霸氣出場重現閱兵場景 抓住觀眾目光 這款號稱比美國黑音直升機還厲害的直二菱 不僅是大陸自製 也是大陸第一款石噸級中型運輸直升機 性能裝備堪稱目前最頂級 目前看如果滿足多個軍兵輪的需求 通用水平最高難度越來越大 無論是戰爭空間包括載荷 以及適應不同作戰條件和極端氣候的能力 在平均海拔4500米高的青藏高原 或是40度高溫裡的荒漠甚至零下30度的極地 直二菱都能執行突襲運輸以及後勤支援等任務 未來更有可能成為航母艦載機 扮演運輸攜帶導彈等重要角色 在直升機的中枢神晶飛行控器上 直二菱應用了最新的電船飛控新技術 這套系統讓它在操控上能更靈巧 電船飛控在中國還是第一款應用電船飛控 它操縱反應跟隨性比較好 大陸官方更熟度公開飛行員操控這架直升機的幕後秘辛 我是陸軍某空中特區旅飛行員萬一帥 我今年25歲 隨時到目前我飛行時間有700小時 所有飛行員每天6點半就得起床 經過無數次秘密飛行訓練 才有可能駕駛它飛上天 同樣在直播會上 另一款網紅直升機是它 墨綠色扁原外型乍看之下就想飛碟 還有人說它想巨無霸騷地機器人 姑且不論它像誰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它其實是一台武裝直升機 這架名為超級大白砂的直升機 靠著奇特長相熟度亮相 雖然僅是概念機 但依舊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光從外型上來看直升機的旋翼 跟相應的武器掛架 通通藏在機身內部 外媒爭相報道 軍事迷們更想知道它厲害之處 這款武裝直升機是針對未來數字信息化 戰場設計出的一種 複合式一聲融合高速直升機構型 而且設置時還參考了 美國AH-64阿帕奇 CH-53海竹馬和俄羅斯卡52 米26等等五隻大佬的技術 其各家之所長的同時 還實現了一身融合的技術 超級大白砂號稱能同時搭載兩人 在6000米高空時速達到650公里 航程最遠能飛2950公里 專門用來貼近地面的快速機動任務 執行偵查 臨時突襲等 而其實這種機四飛碟的直升機 二戰時期 美國也曾研發過 這款由美國軍方研發 名為阿弗羅飛車的飛行器 直徑大約1.5公尺長 飛行器中心圓孔處 還裝有124個葉片 構成的渦輪風扇 飛行器上層有兩個獨立座艙 下方還有三個輪式起落架 阿弗羅飛車當年轟動全球 經過幾次試飛 卻發現最大的難題是 這種圓形懸翼飛行器 燒了螺旋槳 沒有辦法飛高飛遠飛快 最後以失敗告終 這個技術障礙 超級大白砂也遇到了 目前也尚未解決 不過現代飛行科技 比起二戰時期更成熟 專家認為 若中國大陸能解決生力問題 只要能離地五米遨遊 不僅將改寫人類陸地交通史 也將掀起新一波的軍事革命 水神抗菌液呢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 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 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 推薦代碼 CTI 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